不负责呀 生费你再不负责 我干啥呀 下汉子 对吧 你应该跟我吃跟我喝 我跟你 我跟你在一个床睡的 你应该跟我吃跟我喝 我跟你在一起过 也是那个意思 今天这就是咱们的 全新法相亲专程啊 中老年相亲 到底有多生猛呢 六群大妈来相亲 张口必口要零化 不是大妈太卖尽之怪 大妈有资本呢 你男的娶老吧 不是我娶你 我好不缺一个女 我给了你 我没给我什么 哈哈哈哈 而说起大妈的婚姻是 却婚后面令人惋惜和心疼啊 年轻是 第一任丈夫对她全脚相向 身上多处被打骨折 不打你还行啊 他打你啊 这个骨折打射两处 你看这骨折真生 这打射一处 这打射一处 要知道跟你打射 骨折呀 六处 多年的婚姻里 她更是从未睡过一晚踏实觉 把我那裤腰带子 把那袋拿下来了 拴我脖上 给我落那空里去 我说不干啥 我睡着着 下午心这个跳 我说你 你想咋的 你要干啥 我想咋就咋的 想咋你就咋的 想骂你就骂的 凭什么呀 没有平常 我说你还没有法律呢 你想咋就 我就是法律 我就是政策 就这样不讲理 人语不懂 更关键的是 在这段婚姻中 大妈是明知丈夫不务正业 爱毒爱嫖 还是选择了嫁给她 爱劳动 游手好闲 耍钱 嫖 不是大妈找虐兽啊 这是丈夫手抬痕了 本身我不同意 就开始给我挖坟 哎呀那坟老大 那嫡能有两人生 老生了 为啥老大那个呀 就是把你一个小姑娘 你扛不起吓唬 你就打开我了 那就那意思 不同意不行啊 我跟你说 他把那河 大河里 亲我 给我亲得咕噜咕噜的 差点严肃 之后离婚的理由 也很简单 丈夫惹事了呗 游手好闲 耍钱 嫖 扯出事了 同时扯 一天 同时扯六七个 不刷不行的 出事了 你醒醒天天换呢 见谁跟谁 跟谁跟谁挂 就那么个玩儿 三个小孩 更是命运多舛 小儿子七岁时 吊僵尸亡 二女儿十九岁时 因病去世 大儿子离婚时 又随丈夫而去 三个孩子 走了两个 岁就这样了 我姑娘有病死的 落着一个孩子了 之后 深感孤单 寂寞冷的大妈呢 通过电视相亲 又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本以为幸福的小日子 就此开始了 结果没多长时间 大妈再次惨遭抛弃 她又爱上了别人 而两段婚姻的失败 也让大妈明白了一个道理 她被男人耽误了 哎呦 就是没贪着好丈夫 我贪着好丈夫 那日子可真萌萌 于是大妈再次重整旗鼓 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而本次来详心 大妈爷是为大爷一人而来 大爷今年六十四岁 虽然每月只有三千五百块的退休金 但贵在大爷有房 两套大房子不说 其中还有一套是 一百五十多平的富士洋房 叔叔你家真大 二楼上还有个阁楼 这多大平啊 一百五十四 那叔叔您家房子装的真漂亮 还算可以 好家了 大爷这房再大点 我们傲娇的小公主 不就有着落了 就是我妈妈把我养的就也挺好的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两个 以后要是在一起了 房子最起码得一百八十平左右吧 他如果腿不振啊 早是抢手过 六十大妈乡亲太直白啊 上来便看中了 坐拥两套洋房的大爷 关键是 这大爷还不是一般的土豪 别人车库都拿来停车 他不一样 他用来放地图 叔叔你这车库里放地图 这是 做什么呢 这么一照就看不清楚了 二道区 京剧技术开发区 长春街区全图 叔叔你为啥在这里放这么大地图啊 还有灯照明 问题是你到时候最传 长春有个了解 看到没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呀 大爷还表示 他每天除了去公园跳跳舞 唱唱歌 没事练练引起向上 小日子过得确实美滋滋 但时间一长呢 他枯燥 他无畏了呀 他觉得一个人这样下去 他是没意思了 于是当听到有人相忠自己是 他都开始自我否认了 大爷将万别怀疑自己的魅力 想想咱的两套大房子啊 随后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两人终于见了面 结果这刚一见到真人 大爷不满了呀 眼儿差 眼儿差一些 但随后一想 好歹第一次是有人如此欣赏自己 大爷觉得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大妈这边都表示呢 两断婚姻的失败 导致他现在有点自卑 不喜欢和人交流 我还不爱创门 成年跟这个这屋不打交道 不去 就是在这屋转悠 这屋那屋转悠 缺的东西储存买卖 一上来就把话题搞得这么深沉 大爷也很尴尬呀 那大爷是谁呀 立马发生知识心大哥 三言两语之间 就把大妈逗得乐开了话 自己回东西 他妈也怎么说怎么说 那说就 生命还能重来吗 生命之后只有一次 那自己不活什么样了 自己为自己活了 考虑别人敢说干什么 我都不大声 我 长了点 谁说啥说啥 老娘就这么烈 就这么霸气 今天换一个 明天换一个怎么了 你哪有时候感冒吗 你拿出这个眼睛 没成想 大妈心动后 突然开始了反撩模式 反倒给大爷 正不会了呀 魅力在哪 你知道吗 我有什么魅力 就是有点气质 有气质 就有点气质 说话吧 还是有一点幽默劲 有一点幽默劲 之后两个人的相亲节奏 全由大妈一人主宰 他如果腿不正 早是抢手过 酸在哪 我这有工伤 你那是工伤啊 大爷解释腿 学是因为以前 右腿受过工伤 但大妈先是不听 还坚持认为这就是脑梗 留下的后遗症 说完还让大爷没事走两步 这六几圈看看 当你以为将心凉凉时 大妈却突然来了一段爱的告白 他别人门也敢跟我抢他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 门需要的 这是你要是跟我 你就得直到死 最后我看谁跟我俩抢 抢个曲 谁愿抢谁抢 我放那个大伙抢 果然 你大妈终究是你大妈 这小节奏拿捏的 看到有人这么欣赏自己 大爷的开心 那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了 就那大爷以为要成 打算进一步发展 大妈突然提的一个要求 吓得大爷 当场想跑路 一个月能不能零花钱 别断了我 玩你那个胆子 玩零花钱不能断了 爱美大妈来相信 张口闭口要零花 那不是大妈太败金了 只是大妈爱烫头 要零花钱 我除了扇盖溜溜 我愿买点啥吃 买点啥 我歇后根 歇鱼掉了 我打那个花 花十块八块呢 打歇鱼了 买化妆品 再整整头发 那个零花钱并多了 怎么了 大爷今想这 吃喝全包零花不断 自己还一分钱补拿 感情要白吃白住了 这啥感情有分歧 有分歧 那叔叔您是怎么想的 他应该除一点 所以他花 就有点分你我了 就是说两人在一起 就是哪管除一点 也可以 分开 买块也打进去 虽然大爷说的没毛病 但大妈偏事不听啊 对着大爷就是一顿输出啊 费你点福折呀 什么费你再不福折 我干啥呀 你男的娶老吧 娶老 不是我娶你 完好不缺一个女 我给了你 你给我娶老 哈哈哈哈 好家伙 这年头离弃两次 外带三个娃 还能完好无损 你咋不说你是个 清清白白的大姑娘的啊 这边大妈也是越想越生气啊 看着对吧 你应该跟我吃跟我喝 我跟你 我跟你在一个床睡着 你应该跟我吃跟我喝 我跟你在一起过 也是什么意思 大爷眼瞅着这大妈的态度呢 连忙表示 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说完直接拎帮走人 说吧 就这么地吧 说了 不说了 阿姨这个说法就是不同意 不说了 这样不挺可惜的吗 就这样吧 那天再考虑一下 就是一定要按照你的那个方式是吗 不想说了 知道我意思吗 虽然大妈的相亲是凉凉的 但还是想劝大妈一句 命中八尺你难求一仗 老了老了 有些东西还是看淡的为好啊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